這次入院的經過是因為今年二月的時候 他發現左寬腸痛而且外觀又明顯腫脹 所以他才進來我們醫院再做了一次MRI檢查 主任是一個樂觀還有正面積極向上的一個好主管 然後如果說發現一點風吹草動 他會透過各種的方法去尋訪 然後去蒐集這些資訊然後面對這些問題 然後自己去解決 我們做專業的這個要求 他有特別一些的看法 並且不斷提升基層人員的這個福利 他在一些會議中 特別是希望醫院提供一些資源 能夠滿足他對基層護理同仁的一些福利 感覺如何 覺得在這邊工作就是去蒸運行 然後去見的時候很高級 他跟他其他在別的醫院的工作 他覺得他很虛無 因為又多了招呼獎 病人自己本身的參與跟意願 這是我們要非常重視的 然後還有就是 他媽媽可能已經有一些準備了 已經有一些準備 他才能夠好像看起來還滿 沒有非常的情緒 那可是問題是 媽媽的內心 我對他的印象非常深刻 就是他常常在課堂上 會用他那個像老鷹一般的眼睛 然後跟非常就是有邏輯的思考過程 來批判我們的報告 我覺得主任就是一個言詩慈母 他在課業上的一個指導呢 是非常的一個嚴謹的 主任的思考邏輯是非常的清晰有條理的 那這是我非常追求也非常嚮往 主任常常都會讓我們知道說 要有創意 而不是沒守成規的 我們應該在我們的護理服務上面 我們還有什麼創意 能幫我們的病人服務 能為我們的同仁 來做更好的一個model 我覺得這是我所認識的王主 對…